欢迎收看实际的中国特别节目 武汉的疫情正在迅速发散到世界各地 美国也采取了一个断燃措施 那就是刚刚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计划从武汉撤侨 星期天将安排包机前往武汉 将美国公民和外交官从被疫情笼罩的城市撤回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一位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 这一架能乘坐230人的包机 将撤回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的美国公民和他们的家人 但是撤出的费用由乘客自己承担 那么在武汉大约有1000名美国公民 这次能够撤出230人费用自己出 这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这个费用自己出 可能我们想是因为也有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在新闻里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在持续更新 其他人愿意的也可以转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比如说上海 那么因为是中国的春节假期 华尔街日报没有能够及时获得外交部和其他机构的 这个进一步的确认 这个官方的一些更多的信息没有放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撤条 另外武汉领事馆要暂时的关闭 同时在前一期的节目里我们也提到 武汉是一个工业重镇 美国英国法国都在这里有大量的合资厂 有大量的这个驻武汉的人员 还有日本 比如说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东风汽车 它就有和法国以及日本的尼桑 这个亨达 本田这些大量的员工都在这里 那么我们看到法国用另外一个方法撤侨 那就是他们把人员用bus 就是撤到长沙 这个方法可能不如美国这个撤体 当然了也不如美国这个费用高 因为这样一个是一个波音飞机 它的费用远远超出平常的中美之间的往返的飞机 是一架波音767 上边会配备美国的相关的医务人员 确保每一位都非常的安全 同时我们看到美英各国世界各地都在紧张的注视着中国发生的这个情况 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都已经确认了相关的案例 当然网上一些留言说新加坡政府正在拒绝武汉来的航班 新加坡政府也已经正式的批谣说没有这么做 因为春节期间有不少来武从武汉来新加坡旅游的 他们只是对出现了症状的这些游客 采取了一定的这个卫生保健措施 那么美国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尽快的用专机的方式撤侨 他有一个考量 据这位信息员告诉华杰日报说 因为如果他们再不采取行动 那么在这个武汉的所有人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 他们一旦发生症状都会无限期的隔离 那如果一旦隔离进去了 那这个获得这个领事协助的可能性 就会更低 可能想就从外交从这个程序上 这个logistic就是这个后勤的这个措施上 都变得会更加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最近的两三天以内 华盛顿和北京进行了紧张的磋商 北京同意华盛顿用专机接回自己的这个公民 美国政府也承认 这一次就是美国政府从武汉撤侨的这个能力和资源的这个配备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这也是美国政府发出的一个一个政策指引 那么香港这边因为和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 受到这个病毒侵蚀的这个可能性是比其他城市要高的 我们看到林郑月娥从达尔斯回到香港以后 马上宣布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 那就是无限期的停止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这个高铁和航班 那么一直等到有进一步的消息为止 同时他们为了防止病毒的肆虐 他们也取消了这个著名的香港这个马拉松 就是春节期间的马拉松 以防在这个马拉松成为一个病毒传染的一个契机 另外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互动 我们不用说对抗或者说合作 我们就有一个中性词互动 可能会在多个层面展开 那么美国也是一手硬一手软 在川普在盛赞了习近平和中国 这次应对武汉肺炎有效率之后 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说他们把原来驻这个 北韩的这个大使调回来 专门担任一个特别的一位代表 来平衡或者说反击中国在联合国这种多边国际组织之内的这个不良影响 那么最新发生这个肺炎 它还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想中美之间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 如果开始的话 应该会增加一个新的内容 那就是中国在公共卫生体制方面的一些对全世界的承诺 因为这次你看怎么样 20年两次大规模的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冲击和巨大威胁 都是中国带来的 那么它的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很难预测 但目前的这个影响已经是相当大了 所以我想在第二阶段贸易协议里面 中国的承诺可能会加上在公共卫生领域 一定要有些切实的措施 防范像非典和武汉肺炎这种恶性事件再次的发生 至于它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展开 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 它这个也是刚刚开始在发酵 我们还看不出来它到底能影响到什么程度 但是肯定会是成为中美之间一个博弈的另外一个筹码 或者说议题 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 另外我们看到北京这几天也是特别的紧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 常委中美局常委召开了会议 研究这个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主持会议在这个会上 他们决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是在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党中央将向湖北这些疫情严重的地区 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的工作 习近平当然也强调 要向这个一线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达感谢 向湖北各族表意表示亲切的问候 向在疫情中失去新人的家庭 自以诚之的慰问这些都不错 就来的稍微有点晚 比如说大年三十二的团拜会上 你竟然只字不提武汉 说实话 失分很多 当然现在说稍微有点晚的总比不说强 另外他们派出的工作指导小组 这里边有问题 就是怕 怎么叫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本来中国的这个肺炎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这个官僚体系里面的不作为 或者说他一些体系性的一些惯性导致了该应该的信息传达不到上面来 出于主动和被动这些官员不愿意第一时间挑出来把这种发生了瘟疫这种事情挑到北京 那么现在这种程度实际上最了解情况的还是地方 他们需要的帮助可能就是中央的统一协调和各种资源的配备 那么希望中央派这些指导组不要添乱 能有以科学为依据 在很多专家的指导下 以他们的意见为主开展救灾的工作 但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是谁 目前我们在新闻里还看不出来 可能这有点奇怪 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下既然宣布了就要宣布组长主要负责人 但目前可能是对外的宣布还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方式 就是由政治局常委来负责这个事情 并没有指定某一位 本来应该的情况下 我想应该是李克强来担任比较合适 因为这毕竟是行政首脑 第一时间他们也就最直接的一些资源来指挥 看着来指挥救灾的工作 另外在他们成立这个小组的讲话里边 习近平仍然没有忘了重复他党八股 讲那些东西都是司空见惯 比如说要提醒各级政府 要搞442 现在成了个流行词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42就是这个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具体情况我都不解释了 都是些空话套话 总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 但这篇文章里面呢 这个通知里面还提到 要注意这个叫舆情管控 正面引导 确保全国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一个春节 但是这个全国的各省各市 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这种担心 甚至说有点这个紧张 都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在各种社交媒体里面都能看得很清楚 那这个时候啊 那个需要特别 我觉得提醒的就是 所谓的运行管控 你自己首先这个党员国务院 还有他们自己所属的这些部门 不要一惊一乍的 然后往各地派遣 比如说这个医疗救护组 你去就行了 这个各国都是这样 你就最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赶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但我们就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啊 中国还是喜欢搞一些形式主义 比如说临走之前要搞事实大会宣誓 搞得神经兮兮的 你说就宣誓 你赶紧去救人 因为治病救人本来就是医生的这个职责 你又宣誓又又搞得这么 这个这个气氛沉重 这不更加这个增强 普通民众的这个恐惧心理吗 所以我们建议有关的宣传部门 长点脑子 长点记性 多有点常识 以就是说 换位思考 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 一个民众来考虑 你就不会用这种方法 这个来给领导添乱 给这个局势添乱了 另外我看到这个形式发展是特别的快 在昨天我们还说在中国只有内蒙新疆 还有西藏 等几个城市 等几个地区没有发现病例 但我们看这个周末在周六的时候 广西确认了两例 这个中国的新疆也确认了 那么目前只有西藏 只有西藏还没有确认任何病例 当然这也和西藏和内地的这个交流 近几年来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有所减弱有关 另外西藏那个地方 能不能有了症状的这个病人 能不能得到及时的确诊 这个也是打个大的问号 但现在基本上中国 按照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 只剩下西藏 那么基本上是全军覆没 青海也已经有了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情况 非常的令人担心 另外这个中国媒体 这么多年以来 两方面的原因 导致他们很不争气 一方面是自己商品心不够 这个市场经济底下 可能媒体的施展空间有限 媒体人这个挣钱很少 还没有安全感 所以一流的人才很少有做媒体的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北京的这个高压的管控 这个导致很多人做这个工作 没有荣誉感 所以在这次的报道里面 媒体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只有极少数的媒体做得不错 像财新这种 还有自媒体 陈秋实这种都是值得大赞特赞的 那么最近中国的媒体又在炒作什么呢 说德国呂贝克大学一位生物学家 已经带着这个治疗武汉飞典的武汉肺炎的药物 飞到了中国 马上就会这个投入使用 这实际上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网上著名的打假都是方舟子 他对这个事情做出了评论 而且他的评论也非常有依据 那就是这个引用了著名的杂志 这个自然这个杂志 介绍到这位来自德国的生物学家 到中国只是去做他研发中的抗美毒药物的动物实验 还没有准备做人体临床实验 这个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呢 更离临床治疗 那更差出十万八千里 所以这个中国媒体千万不要瞎唬 有下选下宣传这种情况下病激乱投医 如果连在动物身上都没做实验的这种药物 直接用于中国这种带来极大危害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这个老外我们不能恳求他 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说他到中国是直接去这个千里送千里送新单来了 是中国的媒体自己宣传 那么同样的事情出现在了这个中国的科学家 这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又冒出来二三十种 说可以治疗或者是缓解武汉肺炎的这种药物 说白了 这些东西都是违反常识 只有一个十分愚昧缺乏科学素养 一厢情愿的民族和媒体才会报道 才会相信这种东西 说白了 这个东西全世界都还在研发疫苗呢 那个美国最高级的这个CDC也已经说了 研发出这个疫苗恐怕要需要半年时间 在中国哈哈不到一个月就从这出来了这么多药物 那请问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还有很多中医中药也跟着凑热闹 那个喝什么清温解肺汤之类的 那些东西都是些安慰剂 有些一些副作用也未尝可知 这个时候请你们不要凑这个热闹 自己脑子不清楚 还想把别人变得同样不清楚 最可怕的一种行善就是 或者说最可怕的一种做法就是 打着关心善心这种旗号行骗 有意无意的骗别人骗自己的这种 这种医疗行为 我们劝这些中医 还有突然冒出来这些专家 你们都省一省 另外我们也奉劝有关的媒体 真的是真要这个时候 要谨慎 不要被这个正义感和这个 着急害怕的心态冲锋了头脑 压倒了自己的专业责任 胡乱报道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举一篇例子 中国科学报 这是中国科学院搞的 中科院的报纸 我们看看 蒋华良院士和饶子和院士领衔 二十几个课题组 参加对抗公关团队 开展抗肺炎的药物 获得了什么什么结构 怎么怎么样 建议在临床实验中予以考虑和关注 看到没 这就是用中国发生肺炎这个机会 又来卖药了 我今天提到这个话题 也来稍微发挥一下 大家还记得前2019年有一个阶段 美国司法部 以及美国的商务部 全力以赴制裁中心华为 当时有一种可能就是把华为用的芯片给停了 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华为自己都非常紧张 是不是 美国自己的供应商也非常紧张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目前这个阶段只能买美国的芯片 因为芯片的技术 它远远不是一个国家 倾全国之力像造原子弹似的造出来的 它不是 它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那么我们当时也看到 中国很多的科研机构 包括一些企业 比如说什么海思 华为自己的海思 阿里巴巴投资的什么什么芯片企业 尤其是中科院 中科院自己冒出来说 他们这种储备芯片 性能上丝毫不亚于国外的芯片 他们一直是作为备胎 备占品 藏在仓库里面用 现在美国人不是来制裁我们了吗 我们等了几十年了 终于我们自己的芯片能派上用场了 这是中科院自己说的 看来都十分的可笑 你们芯片在哪呢 华为都要不行了 完全是扯淡 一个芯片能设计出来到能生产 到最后能能量化能量产 到最后世界各国都要这些技术系统标准都要匹配 能用你的能卖出去 这每一步都差十万八千里 他们就出来说这个东西已经可以了 所以现在中科院也已经和这密码差不多成了公害了 我们这次真的是希望大家这个小心看国内的这些媒体 不要被他们这个忽悠住了 那真的是害人害己害国家 好 我们这一期的特别节目就先坐到这儿 我们会随时跟踪全世界媒体最新的进展 向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纠正一下 刚才提到这个香港政府林郑月娥 中止了中国和香港和武汉之间的高铁和航班服务 并不适合中国全国的 刚才口误说错了 我们在将来的节目中会更加仔细的去核实这些信息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